那另外一个就是澳门这个经济的问题 它是完全一个政治斗争 澳门就是个犯罪之都 澳门是杀人的交易场所 澳门是整个人贩子交易场所 澳门就是中国的就是那个就是人类的纲门 专门排使的地方 这是共产党留的门 过去是中国在 现代社会之前中国是北方 就是北京有个叫阳长小道 每个首都留一个没有检查的叫延道 贩卖试盐的地方 过去盐是最大收入吗 现在就是所有的盐道就是澳门 过去呢就是阳光阳道 盐道叫香港 现在香港已经是给干掉了就是澳门 澳门就是干犯罪的地方 杀人放火越狱 洗钱 贩卖人口器官都在澳门 我有很多话现在不能说涉及到这个 因为咱们很多案子的问题 最近我们很多事情都是在澳门进行的 他们去澳门就是我们的案子相关人 人家连证件都不打 就是七哥在2017年爆料就说了澳门是百分之百大陆 跟珠海没有任何两样 所有律师事务所堵听都是共产党 而且是跟西方腐败西方恶魔 和西方交易的最核心的地方 无法无天的地方 你为了七哥在哪里也没有任何听生的地方 你让每个人都没关系 很久 随住 连证件都不再碰我